轻轨成员的最后一里路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大顺路段 工程持续向东推进 继C20到C24站完工通车后 预计今年12月6号开始在该路段将陆续架设施工为离 目标在明年底让博爱路到中正路的轻轨工程完工通车 不过区域内的车流量向来相当庞大 届时将封住一个车道施工 也让附近居民担心会对日常生活带来困扰 比较担心的就是可能大家回家要绕一下 你回到家的时候找不到车位 然后再来就是声音而已 可能会有一些施工噪音 另外年关将近施工时间 却正好选在年底前大型活动及人潮较多的时刻 也让人不免担心轻轨施工会造成区域内的交通大打结 毕竟这边有一个异想 可能大家会想外地的人会想要来逛街什么 然后这边又有巨弹 你过年的时候可能对外面来的人会比较有影响 当然你能够避开尖锋的时段是最好 这个是我们觉得可以列入政府比较仔细考量的部分 因为刚好假日人潮一定多 为了赶在干净施工避免下雨影响到工程作业 捷云局把施工时间选在农历春节前 而工区围离届时也将配合区域内的春节大型活动人潮 弹性调整摆放方式 大量车潮的涌入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活动式的围离 让民众可以在采买的过程中会比较有比较大的空间 那等到这个春节过后之后 我们会再把围离推回来 让再进场的施工 施工期间大顺路沿线将取消路边汽机车的停车隔位 并设置汽车林亭湾与公车湾 提醒民众行经时务必以时速30公里减速慢行 保障自己与他人的行车安全 记者潘志光苏宇文高雄报道